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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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長華全uur寫中後 mais 還是多我不一人精進了 是真愛組的命令 cesu 這本書的書名叫做 感動一輩子的愛心小故事 作者叫水風 是由福地出版社出版人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兩個故事 第一個故事 最好的消息 有一位網球名家 cris whey 有一次贏得了一場比賽 在停車場時 他遇见了一名女子 那名女子向他注冒完之后便哭了 那般迪恩赶紧说他怎么了 那名女子说 他的孩子病了且病人不轻 而贫富了他无法支付他的医疗费用 那般迪恩赶紧在比赛赢得的支票上 飞快地签了名 送给了那名女子 一个礼拜后 那般迪恩的老朋友胡安克 跟他说了一个消息 他说 其实你比赛那天在停车场遇到的那名女子 根本没有小孩 那般迪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不但没有生气 可能还高兴地说 这是我这个礼拜以来听过最好的消息了 第二个故事 让他坐头等餐 有一天 空姐询问了机长的意思 机长说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 经济舱已经没有位置了 只剩下头等舱 那只好让黑人从经济舱换到头等舱了 于是 黑人就这样 从经济舱换到了头等舱 想听到更多好听的故事吗 那就快点来看这本书吧 谢谢大家 我的眼神 到时接触 我的眼神 谢谢观看